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剛剛下午4點多時 行政長官林鄭和一班特區廢官容官開了記者會 講解最新的防控工作和措施 我用一句話來總結 就是假封關真穩笨 因為根據所謂的局部封關措施 他所封閉的六個口岸 根本上旅客流量佔不到總流量的一成 你說是否真是混蛋 到目前來說 仍然堅持拒絕全面封關 根本是與民為敵 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共識 不單是非建制派的政黨提出這些訴求 不單是醫護人員和市民提出這些訴求 甚至乎連民建聯、自由黨、田北俊、田北辰 他們都是提出相同的訴求 叫你特區政府全面封關 聽到這個民意沒有? 你還在玩東西? 你大爛臨頭了 林鄭 你還在搞什麼? 還在要跟市民鬥氣? 還在消極不作為? 打算封了這六個所謂的口岸 就當做了事了 我們逐一來檢視和分析一下 到底林鄭這些的措施怎麼找辦法 首先講一下交通的限制措施 包括他說會在30號的時候 停止西九龍高鐵站的運作 以及停駛城際的直通車 換言之 所以西九龍高鐵站和紅磡站這兩個口岸就會關閉 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四個口岸都會封閉 包括沙頭角、民感道、中港城和屯門碼頭 還有什麼措施呢? 還有就是 來往中國大陸的空運航班班次減半 跨境的渡輪會暫停 以及跨境的巴士 即是金巴和黃巴會減班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他關閉這六個所謂的口岸 其實是封閉 根據入境事務處 在昨天1月27日出入境旅客流量統計數字顯示出 林鄭宣布將會關閉的那六個口岸 客流量佔不到總人數的一成 只是佔百分之九點多 換言之另外那九成的旅客所採用的口岸 依然會暢通無阻 繼續大開中門 那你有用嗎? 這些是不是假封關真穩笨? 我解釋給大家聽 機場其實是出入境客流量最多的口岸 佔比是百分之三十一 其次就是羅湖口岸百分之十八點三 接著就是深圳灣口岸百分之十二點三 而他那些口岸 最多人用的就是西九的高鐵站 百分之四點八 其次就是中港碼頭百分之一點六三 接著那些根本上都是拍烏鷹的 紅磡火車站零點八 洛馬洲零點六 沙頭角零點九 屯門碼頭零點三 你跟這些都沒有用 為什麼你不跟最多人用的口岸 你選這些口岸來封 以為封了西九的高鐵站 就封了很多人 有條無用嗎? 他不搭高鐵來就可以經羅湖 洛馬洲入境 經深圳灣入境 是不是一樣? 一尾就懂得在那裡欺世道明 找笨實 他還有什麼措施呢? 還包括說獲得中央的同意 暫停了個人油自由行的簽註 而且大陸的旅行團就會暫停 問題是 他現在不再批新的個人油簽註 那本身批了給他那些怎麼辦? 有沒有廢除到他們簽註? 是沒有的 你沒有提倡過這件事 換言之那批人是依然可以繼續入香港境 如果他要這樣做的話 那有用嗎? 那批人有多少?有沒有統計數字?林鄭 整個記者會沒有交代 還有 他就說可以繼續容許商務的和探親的人來香港 那就死定了 他不經個人油的簽註 他就申請商務或者探親來香港 就一樣可以來到香港 這樣叫封關嗎? 你真是笑死人 這些連局部封關也不在局部玩玩 根本上你就是和香港市民對著幹 處於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搞什麼事? 現在已經殺了身 拜託你不要掉以輕心 你不要再玩了 林鄭 真是 杯水車身在假封關 假扮回應民意 我封了六個口岸 怎知道原來那六個口岸 佔的人數都不夠總人數的一成 真是 而且他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 其實有七成的人出入境都是香港人 那你就封了他 關人事嗎? 到現在還回大陸那些 照封吧 收不到封嗎? 到現在都還 整個大陸都戴口罩了 廣州市規定戴口罩了 不戴都要依法懲處 還收不到封? 真是 封關 你不用管了 你這麼多嗎? 多餘在找藉口 整天就幫自己 不去封關也找藉口 喂 先頭你說不可行 你這幫全家富貴 哈? 現在你就封六個口岸 現在又變成可行嗎? 你是不作為 我都說了 你根本上特區政府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你故意不作為 先頭推三推四 又說這個不行 那樣不行 現在又可以 整個高鐵站都關了 他又可以 真是多餘 根本上你不想做 蛤? 整天賴三賴四 一會兒又說共產黨 又什麼又疾 喂 民建聯都叫你這樣做 共產黨 真是屌你 用不需要請示 這些無聊的事情 做你就去做 雷麗風行就去做 唉 真是 好了 接著他還有說什麼呢 就說口岸防疫 仍然是靠這個申報 和紅外線測體溫 沒用的 林鄭 現在北京市的衛健委說了 有些確診的病例 她是毫無症狀 但是確診了 是呈陽性反應 你有沒有看過 武漢人拿出來的視頻 走著走著走著 站著走著走著 突然想蹲下 這樣就死了 你想怎樣才行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麻煩你看看那些視頻 別人在看連登 別人在看連登 又說人家怎樣唱衰你 又什麼 看那些有用嗎 看連登 看微博 這麼多東西 不要看 這班人 還在監察網上哪些人 罵你 你能夠理會他嗎 看看武漢的人 如何呼救 人家多麼絕望 看看人家的視頻 這麼空間 這麼多時間 真是 接著他們又搞招令直改 昨天醫管局的什麼總監才出來說 說非本地居民 如果在香港確診了武肺 就可以免費醫治 當然就引起社會上哪些蛙言 說有沒有搞錯 林鄭今天又收回這個決定 他就說 明白應該因時制宜 避免成為有因來吸引病人來港 故此宣布由即日起 就會向非符合的人士收費 問題就是沒有用 如果他確診了武肺 來到你那裏醫治 醫不回來 死了還要付錢嗎 醫得回他都可以走資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 就是封關 到時是你收不收錢 封了個關 讓他進不來 收不收錢 已經是不成問題 不是一個議題 林鄭 應做不去做 收費 你收得回嗎 多少人下來香港生完仔 走了拍阿羅友 收費 多少走資 你追得回嗎 追 追去哪 天涯海角 收費 死了更加遲 不用給你錢 收費 封關 然後陳肇始局長 就向醫護人員殺了 當然 人家都在醞釀罷工 組織了工會 幾天就已經有過萬人加入 佔了醫管局員工的七分之一以上 陳局長怎麼說呢 他就說感謝前線的醫護人員 以及統籌防疫隔離工作的衛生署人員 就說明白到他們是擔心的 但是你們並不孤單 又對那些醫護人員的無私付出 表示深深的謝意 什麼叫並不孤單 你陳大護士下場 不如去附額病房幫忙 這麼多話說 你有什麼作用 天天開記者會 說完所有事情 在辦做事 封了六個口岸 等同武方一樣 封了一成的流量都不夠 浪費 羅湖口岸幾時封 深圳灣口岸幾時封 機場幾時封 減班 減班 沒用 取消了他 麻煩你非常時期就做非常事 你就封了十四天 一旦那個人進來香港 變成社區爆發 那個損失 經濟損失 人命傷亡 真是說極了 民建聯都叫你封關 你聽到沒有 你一天不去全面封關 根本上你的措施就沒有作用 他不在你的口岸過 那就去另一個口岸過 是不是一樣 他目標就是進入到香港境內 你有什麼作用 你現在這樣搞這些事 整色整水 而且就證明了一件事 根本上醫護人員 他們醞釀罷工 效果是非常之大的 早幾天 林鄭還在那裡非常之串嘴 大連初一 大家有看記者會 又說那些醫護人員醞釀罷工 非常之激進 又說明白到那些醫護人員是有情緒的 但是應該開心建成去討論 可能過去七個月都習慣了用激進手段表達 但應該和平理性 為什麼今天不說這些話 又變成了陳肇始局長 煞發瘋 什麼與你們同行 同什麼行 你下長衣嗎 你去負壓病房嗎 你不知醜 你在政府總部走出來走入 你和老董比較遲 你天天說早晨 根本重複了203年的軌跡 我告訴你香港人是很悲觀的 你真是再不封關的 你現在正在重複03年的軌跡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